五国癌症患者逐年增加 卫生部预计 接下来每一年可能会有超过 66,000名癌症新病患 比去年预计的49,000名患者要来得多 卫生部长凯里指出 一些患者确诊之后 选择接受传统或者是另类疗法 而不是到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这可能会延误治疗 凯里今天出席关于 癌症医疗与众户的线上活动后 也呼吁民众应该改变思维 把健康开销视为一项长远的投资 因为只有健康的体魄 才能让人们好好为生活打拼 享受生活